原警追捕嫌犯 发现对方躲进五金百货 火速赶往抓人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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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什么 这什么 这站出来 这站出来 嫌犯洋商顾客躲在货架后头 仔细挑选商品 还是被原警试破 大白天冲进店内抓人 可把店家去吓坏 门口这边警察我在那边压制他 他们是有吓到 以为是客人 被抓的那一个人 他就跑到店里面 后来警察都追上去 怕会脱逃 然后跑进来之类的 因为我们有小孩子 事发在28号下午2点多 新北市新装警方巡逻 和这名黑衣男对到眼 男子兴许躲到轿车后头 原警又跟了上去 他又往后折翻跑露出马脚 双方一来一回 在街头大碗躲毛毛 把那个包包拿起来 我去追他 25岁灵性男子 是名枪炮通气犯 持有枪线没去开庭 5天前被发布通气 外出防友遇上警方 狂跑100多尺 原警在他包包 搜出一把改造枪枝 家人逮捕归案 本所同人立即呼叫警力支援 到场围捕 迅速将该民临性犯前 围捕盗案 嫌犯公司在脸书 买箱防身 随身膝带 在大街趴趴走 原警勘业 枪支具有强大杀伤力 这回他躲在轿车后头 又一脚闯进 冷革商店 幸好没波及无辜 记者叶伟林陆雨昕 看不到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对观众负责的主播